我就是華潤啤酒 華潤啤酒過往的5天和今天 大戶以100萬買賣計算的買和沽 其實都是相約的 主要今天成交是70元左右的範疇 華潤啤酒為什麼要推介它呢? 最主要就是它的業績比較好 業績好是有兩方面來的 一個業績好是由於它最近賣了一些資產 其次就是開始奧運和夏天 這個都是有利於啤酒的銷售 它亦都在過往那兩年做了頗多的整頓 因此希望在今年獨立建出成本的控制上 它會比較好 而這個一般是所謂的省企國企 所以應該遇到最大的問題 如果成本控制真的好了的話 即是說以後那幾年華潤啤酒的前途是比較光明一點的 在周線圖上面 華潤啤酒曾經回落過周線圖的寶利加通道的宗族 不過很快就拿上來 拿上來想做什麼呢? 我們看回日線圖方面 他們就開始在挑戰這個寶利加通道的中族 挑戰完畢之後 應該就向這個上軸 如果上軸的突破了的話 那上面可以看的呢 水平是會多的 不過暫時先不要看突破 我就當它真的可以超越了 那他們應該先看到 由這是一元至75元這個水平 那在什麼位置去買它好呢? 那我覺得應該要等它有突破之後才去做 突破是69元左右 那就可以做了 那因為寶利加通道的宗族這裏呢 他們現在是站起這個68元 即大致上如果給它多幾億錢 那69元上升了 確認它真的要咬上去了 才去追它了 那這個呢 就是比較在一個跌市期間裏面 你根本沒有什麼股好選擇 又不知道別人的錢是怎樣的 強硬要去投資的時候之中 它會作為做一個比較穩陣的部署 當然 在現在呢 也可以去不投資的 因為市道真的不是那麼明朗